阿塞拜疆军队在卡拉巴赫发起地方反恐措施之后 在俄罗斯维和特遣队的卧审后 与亚美尼亚武装分子达成了全面停火协议 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社群代表 星期四抵达叶夫拉赫市与阿塞拜疆的代表会面 在叶夫拉赫举行的会晤上 双方将会讨论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宣布 维和部队已经从卡拉巴赫地区疏散了5000人 除了提供妻生之所和食物 俄罗斯军医也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医疗救助 俄罗斯维和人员将继续在当地执行任务 同时也会保持与巴库 埃里温以及斯杰潘纳克特的互动 防止任何流血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